Hello 大家好 我是Candy 今天我来给我的车换发动机的空气滤芯 简称空滤 更换发动机空滤也是汽车保养中最常见的项目之一 在今天视频中我会讲解空滤的更换周期 以及具体的更换流程 另外我也会来讲讲 为什么改装油性的空滤 不仅对你的车没有任何帮助 反而会带来不可逆转的损伤 我的车是2009款的宝马一系 所有03年到13年之间的宝马一系 05年到14年之间的宝马三系 包括第一代宝马X1 SUV 都是一模一样的车 只是套着不一样的壳 所以你会和今天视频里看到的是一模一样 当然其他所有车 更换空滤的流程都是大同小异的 我也会讲解不一样车型 不一样设计需要注意些什么 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车 你今天都一定能学会 那好了话不多说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吧 那首先我先来说一下 发动机空滤的更换周期 取决你住在世界上哪个角落 更换发动机空滤的周期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你住在一个工业城市 那空气中的灰尘就会非常大 你更换周期就需要平凡 每5000到1万公里你就可以更换了 也就是每次给发动机换机油的时候 你就可以更换空滤了 那假设你没有住在工业城市 你住在乡下 空气是比较干净的 但是你家车道经常要走土路 或者你身上越野车 经常要出去越野要走土路 那你更换也需要平凡一点 因为会有大量灰尘吸到你的发动机空滤上 你的空滤一会儿也就堵住了 最后假设你不是住在工业城市 空气质量比较好 而且你的车又从来不走土路 那有些车的空滤可以撑个5万公里 甚至10万公里 还是像新的一样 这也很正常 所以这个周期是因人而异的 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定 当然我们也可以对空滤进行检查 如果脏的话 我们也可以及时更换 那下面我就来开始说怎么做 那首先我们打开车厢的门 在驾驶舱下面找到打开机盖的拉手 给它打开 接着在发动机舱 找到你发动机空滤的位置 那这个是最好找的 没有任何经验的人完全可以找到 我们除去发动机本身不说 只要在发动机舱 找到一个最大的塑料盒 那这里面装的一定是你的空气滤芯 那像我福特皮卡里 除了发动机以外 这边最大的塑料盒 就是空气滤芯 像我边上宝满130 发动机舱里面 也只有这一个大的塑料盒 空气滤芯就在这个里面 那我这辆车空气滤芯 就在这个盒里 那和大部分车不同的是 这辆车上面是靠几个螺丝 来固定这个盖子的 我一会儿要把这几个螺丝拧掉 我才能把盖打开 大部分车都是用搭扣固定的 你只要掰开几个搭扣 整个盖就可以打开了 边上130的 这边就是用搭扣固定的 盖子下面就是它的空气滤芯 那我这边先把上面的螺丝都拧掉 那我这边有电动螺丝刀 我就用电动螺丝刀拧了 你用普通的手动螺丝刀 当然也是没问题的 只需要多花你一两分钟的时间 螺丝都拧开了以后 我就可以把盖打开了 那现在这边 我就可以看到我的空虑 那我这个空虑正好是个圆形的 包括福特的皮卡 也是用类似的形状的 只是皮卡上那个稍微大一点 那另外还有一种 是一个板形的 我宝马130上 就是用的那种平的 那种就是直接放在上面的 你要拆的时候 就直接给它拿下来就行了 那回到像我这边圆的这边 你要观察一下这种形状怎么拆 像我这边 这上面写了一个很大的箭头 我就知道把它往后拉 我先试试看 像这样就取出来了 那像我这个空气滤芯 上面有不少黑的灰尘 但是总体状态算可以 其实像这个样子 你还可以用段时间 但是既然我买了新的 我就给它换掉了 那我们拆出来 就可以更明显的看到 外面的空气 从这根管子到这个箱子里 箱子外面再往里面吸 最后从这个里面出来 沿着个管子 就吸到发动机里面去了 因为我是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所以这边就直接进发动机了 如果你是涡轮增压的发动机 比如说柴油车都是涡轮增压的 或者现在新的汽油车 也很多是涡轮增压的 那这个管子会先进 你的排气那边的涡轮 过了涡轮以后 再到前面兜一圈 然后再进发动机 不过那些都跟你现在没关系 前面空滤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把旧的先放在一边 那现在我把新的拿过来 那像这个品牌 当然也不是原装的 不过这个东西 也没必要买原装的 像这边可以看到 宝马125 128 130 323 325 330 X1 什么意思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1系 3系 包括X1 这发动机舱里面 设计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都是用这一个配件的 那我们把它新的给拆出来 那这个新的和旧的呢 当然新的干净很多 这个我们就不用说了 不过你看新的旧的 这个设计是有点不同的 像这个呢 它是刚才卡在里面的 然后呢这跟这个头 长相有点不一样 是一个圆形的 那上面设计虽然有点不一样 那这只是跟安装的时候 会有点区别 下面滤芯本身呢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纸质的滤芯 那这边我想提醒大家一句 不管你想用原装 还是非原装的产品 我建议你一直给你发动机 买纸质的滤芯 这样对发动机里面更加好 里面更加干净 不会有杂质进去 外面有很多卖那种油性的滤芯 比如说有很多像KN这种牌子 但那些东西呢 是能提高你发动机的进气量 但是呢对你发动机都是有损伤的 因为它不能把杂质滤得非常干净 只有纸质的才能把杂质滤得非常干净 那那种油性滤芯比这种纸质滤芯 它唯一的好处就是 这种纸质滤芯是一次性的 你用完就只能丢了 油性滤芯呢你可以清洗 用它专门的清洗套件 你给它清洗还可以重复利用 但是这个东西都是没多少钱的东西 我觉得没必要去重复利用 如果你把你的发动机弄坏了 那就是几百个几千个 这个价钱都回不来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一直用纸质的 有人说老的纸质空滤 你稍微拍一拍 可以把上面的灰尘沙子给拍出来 然后再拿气枪稍微吹一吹 也可以清理干净 这个别听人家瞎说 这个绝对不行的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首先纸质空滤都是非常密的 你用气枪去吹的时候 你从外侧往内侧吹肯定是没用的 只会把灰尘越冲越里面 但是你从里侧往外面吹 好像可以把里面的灰尘给吹出来 但你要知道气泵里出来的高压的气 是会损坏你这些纸的滤芯的 会把你的纸的滤芯给吹坏 你虽然把灰尘一起给吹出来了 但是你也把纸质滤芯给吹坏了 你之后在吸气的时候 它的过滤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甚至有时候你直接吹破了 你都不知道 那就等于没有滤芯了 灰尘沙子直接就进你的发动机了 所以纸质滤芯都是一次性的 不要听人家乱说 另外有些人说 油性滤芯的进气量大 这个是当然的 因为它滤不干净 它中间的缝隙就大 油性滤芯的肯定比这种 纸质滤芯的进风量要大 但是进风量大并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你发动机的调教 现在都是电脑控制的 不是说你换了进气量高的油性滤芯 你这动力就增加了 就算有增加 你得从音区调教你汽车的电脑 而且增加可能就1%2%的增加 那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你车上少泡两瓶水 你自己人轻个几斤 对车的动力提升都比这个大 所以反过来说 油性滤芯对你的车 其实没有任何好处 只是它可以重复利用 你想要提高车的动力 有很多更简单 更省钱效率更好的方法 你不要通过换这个 来靠损伤你的发动机 结果做了件对汽车动力 几乎没有提升的事 那好了了解这么多 我就把新的给装上了 那首先刚知道 这一面是朝着里面 是进发动机的那一面 跟刚刚拆下来的方向是一样的 我先给它套上 那向这边注意 这一侧一定要套紧 不要漏气 要不然灰尘就会进你的发动机 前面这侧应该是直接卡进去 因为这个设计 跟刚才那个不一样 刚才那个是用卡扣固定的 这个直接靠压紧来固定的 所以我要确保给它装紧了 装完以后 再左右摇一下这个滤芯 看看有没有卡到位 一定不要让它漏气了 那像这样 我们空气滤芯就装上了 那如果你是那种平板的滤芯 你刚才把滤芯拿出来以后 你把新的滤芯 按照原来的位置给套回去 给它放在上面就行了 只要确保周围都压紧就行 因为换这个东西 我都建议自己做 因为难度还是比较低的 如果你去修车行做保养的 有些不负责的车行的 那些小工随便给你装 他也没注意 到最后这边上都是漏气的 都没有压紧 这个时候灰尘就直接吸进你的发动机了 你的发动机有很大的磨损 你可能开到下次保养 再去他们那边做 你都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你再过两年 你的发动机坏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原因 还以为它是自然损坏的 其实有时候就是 给你做保养的人 没给你好好做 所以像这种重要的东西 我们自己来 我们就可以更加仔细 绝对不会出错 你自己也就非常放心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 自己打理自己车的人 车况要远远大于 你送到CS店里去保养的 因为CS店里人 不会给你好好弄的 他们最好车坏了 你再回来修 他们又可以赚你钱 其他我也就不多说了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 那现在我就把那个盖子 给装回去 卡罗斯按照原来的位置 都拧回去 这样我们空率就彻底换完了 那好了 如果你觉得今天视频 有帮助的话 记得在下面 帮我点赞支持一下 如果你想看更多类似内容 也可以考虑点击下方 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误我的更新了 好了 本期就到这边 谢谢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